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婚我倒不怕 哪怕以后找不到男人在家 我都不怕 我最怕的是影响孩子 给孩子的心里留下阴影 影响到他以后的婚姻观 所以离婚后即便我再狠前夫 为了孩子的成长 我还保持着和前夫的联系 因为孩子跟着他 我和他联系 也是为了从他那里得到孩子的消息 好知道孩子的状况和学习情况 除了每天的联系 我和前夫每周都会见一次面 他会带着儿子来见我 我们会一起吃顿饭或者带儿子看场电影 很多时候我都会有一种错觉 觉得我和他还没离婚还是两口子 可现实告诉我 我和他已经离婚了 回不去了 但因为有孩子在中间 我和他这辈子都不会切断联系的 虽然不能破镜重圆 但他是我孩子的亲生父亲 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二 董女士 因为误会而离婚 心里放不下他 我和老公结婚十年 在第十年的时候 我在他手机里发现了一张他和其他女人的合照 照片里的他和那个女人明显很暧昧 而且还有一定的肢体接触 我凭借那张照片断定他外面友人 任他白搬解释 我都决意要离婚 最后他还是妥协了 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可离婚还不到半年 我就后悔了 我后悔当时太过冲动 任凭一张照片就断定他出轨 是不是证据不够 是不是我冤枉了他 可我放不下面子去找他 再给他一次重新解释的机会 就这样我每天都在自责中度过 如果是冤枉了他 那我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回想起我和他在一起的那十年 他对我一直很好 讲到这些我更后悔 只能通过偶尔给他发起条微信 互相寒暄一下来缓解我的自责 一直没有把他拉黑 算是给自己最后一点安慰吧 三十女士 她是我第一个男人 忘不掉 我和前夫都是彼此的初恋 可婚后琐碎和矛盾 还是让我们走上了离婚这条路 离婚后我也尝试过再婚 可每次提到结婚的时候 我都会犹豫不决 之所以拿不定主意 我想我还是放不下前夫 她是我第一个男人 是她教会了我爱和被爱 虽然离婚了 但我心里还有她 放不下也忘不掉 我没办法再重新开始一段婚姻 我过不去心里那道坎 离婚后我每周都会和前夫通知电话 简单聊几句 得知她也没有再婚 我心里竟然有点窃喜 也不是没想到复婚 可又害怕复婚后 那些矛盾会再次上演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四 王女士 与前夫还继续有关系 是因为想念孩子 我原本与自己的前夫感情很好 结婚之前前夫对我也很好 在经过两年恋爱之后 我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不久 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可是婚后 我慢慢地发现 自己的丈夫存在着暴力倾向 很多时候就会发很大的脾气 有时候还会向自己动手 可是因为孩子的原因 我只忍受着丈夫对自己的暴力 但日子久了 我发现她这样的行为 变得越来越频繁 最终我们两个还是离婚了 离婚后 我就自己一个人在外面 租了房子住 但是毕竟两个人之间 已经有了孩子 我很想念孩子 还是经常会去他家 慢慢地 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想要挽回这段婚姻 可是我并没有答应前夫 但是因为孩子的缘故 我被前夫留下来 过夜了好几次 因为孩子 我觉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五 孙女士 与前夫还继续有关系 因为还想着和她复合 我和前夫之所以离婚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 一味追求恋爱时的新鲜劲 我与自己的前夫是大学同学 上学的时候 他对我非常的好 毕业之后 我们有了稳定的工作之后 我们就结婚了 结婚之后 丈夫在外面努力地工作 对我也还是像之前一样好 可是我因为觉得婚后的生活太无趣 经常和丈夫发生争吵 在这样的争吵中 我们感情渐渐变淡了 每次回到家 我们之间也没有多少话 对这样的生活 我提出了离婚 离婚后 当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 我才发现前夫对我是多么的重要 恋爱的时候是他追求的我 离婚后 我想把他追求回来 其实很多女人离婚的时候都很决绝 可离婚之后 就会后悔 会放不下前夫 会通过各种方式和前夫保持联络 所以不想让自己后悔 就好好珍惜身边的男人 要知道 有些人一旦错过 就不再有 要记住 别在冲动的时候做任何决定 有些决定是会让你后悔一生的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